眼前这个60岁的老人是李清云 李清云刚把两个龙凤胎孙儿带大 就被儿子赶出了家门 儿子还扬言和他断绝母子关系 李清云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 亲生儿子竟要这样对待自己 李清云告诉记者 他的儿子有一对龙凤胎孩子 两个可爱的孩子从出生到现在 一直都是自己带着 而现在儿子不仅不见他 就连孩子也不能相见 这让李清云非常的焦虑 那么究竟是什么事 让两人的母子关系如此恶劣呢 李清云说原因就是因为两万块钱 他说之前自己经历过一场车祸 之后被赔了两万块钱 后来儿子买车 自己就把两万块借给了儿子 而现在儿子不但有钱了 还换了一辆新车 可是儿子却不归还自己的两万块钱 这让李清云的心里非常的恼火 从而使母子之间的矛盾加大 李清云表示 儿子从伯父的手中 得到了一笔八十万元的遗产 和一些街道上面的门面 这可让儿子风光无限 按道理来说 儿子有了这么多的钱 就会归还自己的钱 可是儿子有钱后还是只字未提 儿子的做法伤透了李清云的心 随后李清云带着记者来到了儿子的家中 他希望儿子可以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 到了儿子的家中发现没人 李清云拿出钥匙进入家中 李清云儿子的家是一个狭小的一室一厅 房间里到处是孩子的东西 李清云看到儿子果然不在房间中 随后他就打电话给儿子 然而没想到的是 儿子居然把他拉黑了 那么既然儿子继承了八十万的遗产 为何要把自己的亲生母亲抛弃呢 看到儿子始终都不出现 李清云带着记者来到医院 见到了儿子的伯父 伯父刘新健今年已经82岁了 医生未娶妻未生子 所以现在居住在疗养院 刘新健大学毕业后就到运输公司上班 他膝下无子就把钱全部给了侄子 由于儿子的做法让自己非常难堪 他希望儿子的伯父可以把这笔钱收回 让社区来保管这笔钱 他害怕儿子有了这笔钱后 会更加的任性放肆 所以他想让儿子吸取一点教训 李清云说 就是因为大伯给儿子资产 所以儿子才有了说话的底气 渐渐的都不尊重自己了 记者来到了刘新健留下的门面房 附近的商贩告诉记者 这里的房租7000块一个月 而且刘新健老人不止一座房产 那么李清云的儿子 为何有了这些资产后 要将母亲抛弃呢 晚上9点钟 终于见到了李清云的儿子刘震 刘震告诉记者 他现在跟眼前的这个女人 没有一点关系 刘震的脸上充满了厌恶 他说自己已经跟母亲 没有一点关系了 李清云一步步的质问刘震 为什么把他抛弃 刘震表示 自己之前就已经把钱转给母亲了 他认为母亲之所以这样做 就是在耍不赖 刘震告诉记者 如果记者想要搞清楚答案的话 那么就跟他到父亲家里 只有到父亲的家里 才能得知真相 随后一行人 来到了刘震父亲的家中 而李清云却始终不愿上楼 李清云表示 他不愿上楼进前夫的家门 他不愿与前夫有任何的接触 记者跟刘震进到了房间中 刘震的父亲刘宗祥告诉记者 李清云是一个坏女人 一点都不滚分 他说在儿子一岁多的时候 李清云就一个人跑到了广州生活 一年之后 他联系到自己给他汇款 当他把钱汇给李清云后 李清云却把这些钱挥霍一空 后来李清云回到家中 待了好几个月后 又无了音讯 所以 他从此再也不会相信李清云了 刘宗祥表示 自己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工人 认识了年轻漂亮的知识女青年李清云 当时自己一个月30块钱的工资 他都会拿出10块钱资助李清云 后来两年 慢慢的越走越近走到了一起 刘震告诉记者 他早已把母亲的两万块还给了母亲 他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这样做 记者拨通了李清云的电话 李清云告诉记者 自己之所以这样做 他想让儿子支付自己这两年 照顾孩子的保姆费 听到母亲的话后 刘震不愿跟母亲多费口水 就开着车回家了 李清云告诉记者 当初他们家的人口比较多 他初中还没毕业就下乡了 后来就认识了 大自己20岁的刘宗祥 刘宗祥对自己的关爱 让从小缺乏关爱的他感到了温暖 后来两人就在一起结婚了 两人离婚后 自己是净身出户 儿子跟着刘宗祥生活 导致了在儿子成长的过程中 没有办法陪伴儿子 从而让儿子跟自己并不亲近 在这一点上他有些后悔 刘震表示 如果母亲在小的时候陪伴过自己 那么在母亲老的时候 他也会陪伴母亲 他从小都非常渴望得到母爱 所以他经常偷偷跑出去见母亲 可是母亲七二连三的失踪 渐渐的让他没有了安全感 而母亲现在能给自己带孩子 这让他又重新有了家的温暖 然而母亲 却只知道吃喝玩乐 从而让孩子丢了四次 母亲的不负责任 使他对母亲的印象更加的厌恶 所以他才会越来越讨厌母亲 刘宗祥告诉记者 哥哥并没有给儿子八十万元遗产 都是刘青云自己猜想的 刘震表示 伯父给自己的孩子五十万元的学习基金 他已经很感谢伯父了 剩下的钱是伯父的医药费 因为老人还在病房中治病 他不可能动伯父的救命钱 记者想要缓和母子二人之间的关系 记者将母子二人约到了一起 刘青云认为 儿子只是在利用自己 并没有真心对待自己 他把孩子照顾到了可以走路了 现在认为自己没有价值了 就把自己踢掉了 记者和李青云等了取久 刘震都没有到达现场 刘震给记者发来短信 刘震表示 由于工作繁忙 所以他希望和母亲 先各自冷静一段时间 等双方都冷静了 再坐下来好好谈谈 调解员告诉李青云 人这一辈子要往前看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他还有两个可爱的孙儿陪伴他 这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其实作为一位妈妈 当人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长大之后与自己疏远 每一位妈妈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与自己的关系非常亲密 如果想让自己的孩子 与自己关系亲密 那么在孩子小时候 一定要及时地做好 一个妈妈的角色 让孩子与自己产生亲密的感情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